嘿 大家 我是NIKU GIRL 跟你們宣揚一下我的新衣服 今天呢 因為中秋節快到了 所以呢 想要跟你們開箱兩間蛋黃酥 這兩間蛋黃酥都是非常秒殺熱門款 首先第一間就是這個 這個是陳耀迅 陳耀迅不用講吧 就是他之前得過那個冠軍的麵包大賽 然後反正他就是出的很多東西都是秒殺款 因為我就是沒有買到陳耀迅 所以娃娃就給了我一盒 所以我們今天來開箱一下 另外一盒就是這個 就是之前合作的廠商 然後他那個窗口他非常的重視吃 他之前推薦我的東西都非常的好吃 然後這盒是他給的 這個是台中的Mr.肯先生的那個蛋黃酥 這一個也是秒殺款 聽說好像開賣10秒鐘嗎 還是怎麼樣 就是網頁整個當機買不到 所以呢就是由於我本人就是 拿到這兩盒這麼難買的 當然就是要跟大家一起開箱 分享一下味道究竟怎麼樣 我們先來開Mr.肯好了 其實我已經有先偷吃過一顆了啦 它大概是長這樣子 我跟你講這個不便宜 它好像9顆1100塊 就是它價格其實還滿貴的 我們現在切一下看它的剖面長怎樣 你們喜歡吃蛋黃酥嗎 因為我本人超級無敵愛 哇這個 它上面的酥皮超級多層的耶 你看 然後它的蛋黃也非常的大顆耶 Super無敵大顆 你看一下 有沒有看到啊 這白白的顆粒 就是它外面除了芝麻之外 它還有鹽 很香 我覺得它入口的時候非常的香 就是它 它的酥皮很多層啊 它咬起來的香氣啊 就是非常的棒 它跟一般你去買的很多蛋黃酥 吃起來會很乾 它完全不會 可是它的奶油跟紅豆泥 因為香氣非常的夠 所以交融在一起的時候 在你的嘴巴在咀嚼的過程中 其實那個香味非常的剛好 嘴巴裡面就是還有料 可是再咬一下旁邊有鹽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說哇 另外一種不一樣的風味出來 這個我喜歡 吃得超乾淨 畢竟它不好買 所以我們要認真把它吃乾淨 我覺得好吃很香 而且又不會過於甜膩剛剛好 下一個呢 就是來開這個是 陳耀迅的 超多人一直在講 陳耀迅的蛋黃酥 有秒殺 我本人買不到 娃娃真的太強了 然後呢 所以我們就當然一定要來吃一下味道 它沒有寫說它是紅土鹹蛋黃酥 這裡還有一張紙 哇 它這個盒子其實做的真的很漂亮 它說它是用日本九州熊本製粉 然後跟冠軍奶油 還有22天紅土鹹蛋黃 哇 很明顯就是消失的三顆 就是已經先吃過了 很漂亮耶 就是我雖然說已經先開過一次了 但我還是要必須說 就是它長得非常的漂亮 它這個是長得很完整耶 小小一顆圓圓的 哇 它的蛋黃也非常的大顆耶 而且它的蛋黃酥就是 它感覺好像比較濕潤一點點 然後它跟剛剛的那個 米斯肯的感覺不一樣 因為它的這個千層酥沒有那麼的多層 我們來吃看看它的味道究竟是怎麼樣 很美耶 很像那種什麼月亮之類的 兩個味道很不一樣 陳漾遜的也很好吃 然後其實我覺得它紅豆泥的甜度跟香氣稍微比較再高一點點 而且它入口的時候它的濕潤感比那個米斯肯再高一點 但因為它濕潤跟它好咬的程度 你會覺得它有點跟紅豆泥融合在一起的感覺 而且酥皮跟奶油的味道其實 它是慢慢的在口腔裡面會有一股香味 然後這是米斯肯的 在切的時候其實你們應該就感覺出來吧 一個是比較酥的感覺 然後另外一款的話就是 比較不是偏酥的那個類型 你看這個酥皮這麼多 這一點點 但是吃起來的口感跟味道不一樣 陳漾遜的紅豆的味道再甜一點點 然後可是整個吃起來的口感就是很滑順 然後這邊的話就是香 然後酥 但兩款的我覺得它奶油的味道都很 都還蠻好吃的 陳耀勳的蛋黃真的不知道為什麼 怎麼可以這麼滑順耶 這兩款蛋黃酥其實我都蠻喜歡 因為我覺得吃起來都還蠻香的 然後重點是我很喜歡 它們兩個各種不一樣的表現方式 就是紅豆泥跟鹹蛋黃 就是你會覺得說 蛋黃酥味道不是差不多就這樣 可是它們的調配的可能糖度 或什麼東西的比例 所以以至於它們兩個呈現出來的效果 其實我覺得還蠻不一樣的 然後我個人覺得兩個都是比較偏很香 可是我覺得也是比較溫和的那種類型 然後我還蠻喜歡陳耀勳的那個蛋黃酥 你入口的時候 它的那個紅豆泥跟它的鹹蛋黃酥味道 其實配得很好 所以你在咬的時候你就會覺得 不會讓你覺得乾乾爽爽的 它濕潤程度非常的好 然後米斯肯的話 它就是外面的酥皮吃起來非常的香 它的蛋黃酥跟它的紅豆泥呢 配的其實也還不錯 只是它的紅豆泥就沒有陳耀勳那麼的甜 跟明顯一點點 所以就看你個人比較喜歡哪一種類型的 也不知道大家今年買的蛋黃酥是哪一家 或是你比較喜歡吃哪一家 也可以在下面留言分享給我 好啦 今天超級難搶的蛋黃酥呢 這兩間就是跟大家一起分享我們 我自己吃的感覺 就這樣子 拜拜 來 如何 你覺得好吃嗎 很好吃 很濕潤 然後不會乾 它的鮮蛋黃一點都不乾 以外觀上來講 它的鮮蛋黃很大顆 然後紅豆泥的比例也很棒 而且皮是屬於比較薄的那一系 它是Q的蛋黃耶 它的酥皮有很香的奶油香氣 你現在在暈進嗎 哈哈哈 它是肉圓的 它是肉圓一樣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